欢迎锁定今晚九点热话题 我是叶佳荣 我们先来看这是诈骗车手在面胶的时候 踢到铁板了 新北市淡水这名富人 她中了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 不过相约面胶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儿子提醒过她 这很可能是诈骗 所以她马上就去报警 而车手看到警方立刻逃跑 还撞倒路边的三辆机车 超商前突然出现一辆灰色休旅车 快速倒车 接着碰一声发生擦撞 路人听到声音也回头 看到驾驶跑下来 还以为要去查看情况 结果却头也不回逃离现场 三辆机车停在路边 被撞得东倒西歪 幸好没有人受伤 照是驾驶就是他 头戴棒球帽的男子 手上拿着背包快步往前走 刚好经过停车场门口 趁没人看手偷偷溜进去 事发在新北市淡水淡江大学附近 警方接获报案 65岁的张姓富人 日前加入股票投资群组 前家后后一共四次 投了130万 这回打算再面交60万 于是跟对方约时间 由于之前都约在家里面交 没想到这次 对方要求他先上车 当时车子就停在路边 被害人一上车 对方却告诉他 要载他去其他地方面交 这时富人想起 儿子曾提醒他要小心诈骗集团 于是富人立刻报警 警方展开追捕 在附近社区停车场内逮到人 42岁的理性男子 公称上个月才应征上车手 交易地点遍布双北 桃源跟宜兰 短短一个月内就收了三千万的赃款 自己只拿到五万多块 这回被试破想开车落跑 太紧张 撞倒路边机车 逃不到一小时就被逮捕 TVC的高等 环丁新闻市报道 那这名被害人 他加入诈骗集团群组之后 被骗了整整五次才发觉 这是陷阱 而这样的群组呢 其实非常的泛滥 我们随机到路上访问民众 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点开手机群组忍不住抱怨 感到困扰的不只有这名女子 不少人都曾经被加入 莫名的群组 但还是有人轻呼上当受害 专案小组埋伏歹人 穿着外套背对的是被害人 配合远景和诈骗集团面交 钱交出去的那一刻 冲出来歹人 不过这车手还想求情 说自己只是赚很少的上班族 但他拿走的却是被害人 辛苦存了十九万 诈骗集团为了取信被害人 会在全力群组之后呢 分是两脚 第一个他会说他自己是股票的投资 明师教大家如何来赚钱 另外一个账号呢 就会马上回复说 他跟着这个老师 真的还卷了不少 用这种方式来吸引被害人上钩 诈骗集团话术很多 常常有人被拉进群组 没点开都还好 一点进去越看越心动 因为真的能够投资赚钱 框片的群组名称 像是标股分析 假冒好友推荐 也有谎称名师报名牌 里面对话一搭一唱 看起来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其实全部都是诈骗 什么哪个什么红老师 或者是什么的 哪一个股比较好 然后就叫你投资 我们也都不认 也没有那个 那我们做股票 我们这个会操作 也不用别人 别人替我们操作 陷阱也很多 那你要避免这个的话 你就要 自己平常就要做功课 透露其实看到群组 就知道有假 尤其车手秀出来的这些 假证件 假单据 这回65岁的被害人 过去当作业员 努力赚钱 闲暇至于想靠小投资 钱管钱 手机里一连好几个 投资群组 还好救回DV还项之后 吉林的远景 在发现不对劲 把第二组诈骗集团 也给救出来 外送市场的震撼 但是UberEats 在今天宣布 要以台币308亿 来并购 Fu Panda的台湾外送事业 预计在明年上半年 这个交易就会正式的完成 不过消费者很担心 这是不是形成垄断 而以后外送费也会涨价 好饿哦 要吃什么 叫Fu Panda送好了 以后如果你想点外送的话 可能要换成今晚 想来点什么的平台咯 因为Uber最新宣布说 要来整并 台湾熊猫的外送事业 是砸下了308亿的新台币 也就是9.5亿的美元 预估最快明年上半年 就会完成 想不到吧 台湾外送市场震撼蛋 两强对决 将有可能变成一家独大 但消费者最在乎的 还是权益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有订了年费 然后会希望是越便宜越好 他如果因为合并 垄断市场涨价 对我们就说 对消费者来说比较吃亏 一天合起来就可以抬高价格 这是蛮女人担忧的 但两家平台都挂保证 在整并前服务持续 要等公平会审核过并购 才会进一步讨论变动 审核完成之前 Fu Panda所有的服务皆维持不变 从餐饮到日用商品 更多价格较低的选项 带给商家合作伙伴更多的订单 只是根据资测会2023年调查 台湾外送平台占比 熊猫位居第一73.6% Uber紧追在后57.6% 德国经济周刊也报导 光是台湾就贡献5.5亿欧元 再加上熊猫 德国母公司疫情期间 拓展东南亚市场 挹注资金 却持续亏损 传出有意卖出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Fu Panda业务 给当地轿车龙头Grab 拆分东南亚亏损业务 才会出售台湾市场 一旦完成交易 也将是台湾有史以来 半导体以外 最大国际并购案之一 TB的新闻王长张慧仙 台报导 而不止消费者会担心 其实外送员也有疑虑 以后接单量 会不会变得比较少 而且薪资也砍得更凶呢 不过有人也是乐观看待认为 说不定以后就可以 跨县市跑单 一定就是在减薪了 是怎样 因为现在就是一家独大 他们合并 我只能讲 一定会再砍的 语气中满满无奈 疫情过后 外送收入不比以前 14号Uber Eats 震撼宣布并购 手猫台湾外送事业 外送员似乎不意外 少数乐观面对 还有手猫外送员 在社团说 不用再送上楼 本身两家都有加入 接单上更方便 而实际询问 两家外送的月收计算 全职每天跑满12小时 没有休息日的状况下 熊卖透露 一个月能赚尽7.8万 Uber Eats 少一些 约6.2万 月收8天的话 两家外送员 月收就差不多了 落在4.5万 至4.8万左右 所以我们当然会担心 如果并购的话 会不会砍得更严重 尤其Uber Eats 限制多 必须真人影像辨别 过去曾有人 没有注意到遭停权 或者跨新别者 可能会无法申请 而根据统计 截至今年3月 注册加入熊猫 7.3万名 Uber Eats 高达10万多人 扣除两家都有加入的 全台总计 15万名外送员 并购是事实 也只能接受 但身上的配备 包含品牌保温箱 上衣安全帽 未来只能收起来 拿起来追忆 提别新闻 杨清波王新唐 王思宠 张慧仙 台北采访报道 而究竟这会不会变成 是一家独大呢 公平会的说法是 确实可能造成 垄断或是独占市场 如果负面效果 大于正面效果的话 是不会允许通过合并的 而且不排除 要召开公厅会 两大平台 若合并的话 餐厅业者也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以新北市这家 太市料理来说 每个月都有 300张的外送订单 每单都要被抽成 33%到35% 本来两家都有接 但因为竞争激烈 Fu Panda就减少抽成 2%到3% 但要独家合作 退掉进夜 但如果合并 餐厅业者担心 价格飞涨 没有溢价空间 目前两平台 对业者收取费用就有差 UberEase上架费用 较贵约4到5000 两家每单抽成 都在30%以上 平台费用UberEase 一个月500 Fu Panda两周300 Fu Panda多一项基台费 业者也观察到 两家平台UberEase 对业者回复讯息较慢 担心未来会影响 但使用客群不同 若合并也不单 只有坏处 就台北市的话 是Uber的订单会比较多 那在新北市部分的话 原本的Fu Panda订单会比较多 能不能合并 要等公平会点头 但两大平台市占率超过八成 确实担心一家独大 公平会表示 审查四原则 第一项市场集中度 考虑市占率 其次是单方效果 第三看协同效果 市场少一家禁业 业者是否会联合定价 或不竞争 最后也要看正面效益 如果负面效果 大于正面效果 就可以不通过合并 尽管市场上 还有其他三到四家业者 但市占率只占两成 不排除会有独占或垄断可能 独占垄断 并不表示就当然很违法 或者是说这个结合 就必然会被禁止 我们还是得要看看 在这样大的市场力量底下 那这个相关结合的业者 事后有没有滥用这个力量 但公平会目前都还没收到业者提报 审查时间可能从30天延到90天 也可能反复送审 不排除开工厅会 过去两家业者竞争很激烈 代言都在拼大咖 Uber Eats 林初豪主播 沈春华站台 付费那则是找李多慧和Kid 若合并后 从餐厅业者到外送市场 恐怕也将带来更大冲击 台北新闻采访不到 车货意外来看 这是砂石车的驾驶 喝得醉醺醺开车上路 沿路擦撞了八辆的汽车 最后是撞到了瑞典坦克 他还硬是往前推挤碰撞 最终才停下 停车阁内白色乡行车 突然往前移动 不是驾驶发车 仔细看后方一辆砂石车 撞上瑞典坦克 往前硬挤 最后撞上乡行车 又往前滑行了几公尺 才停下来 巨大撞击声 吸引了旁边南普陀寺的师傅 下楼查看 而肇事的沙石车驾驶 下车后似乎走路不太稳 摇摇晃晃 加上身上有擦挫伤 最后人瘫坐在路边 原来他酒后开车 车上还载了满满十块 危险上路 民众报案警察到场 往后看不得了 松竹路一段这处水泥山壁 下排的地毛有好几个被撞断了 甚至也不止前面看到的两辆车受害 沿途碰撞共八辆汽车 杀石车驾驶 全身多数差错伤 救护车赶来警销帮他减伤包扎后 送医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远景调查 赵氏驾驶 九侧值达0.77 13号中午12点多 他最寻寻上路 从台中市北屯区的祥顺路二段 过蓝天白云桥后 先撞到了路边一辆乡行车 却没有停下来 一路往北开 转进松竹路一段后 又连撞路边三车 到底是太醉没感觉了 还是故意不停 再往前开 沙石车经过了东山路口后 擦撞山壁 再连撞四辆停在路边的车 甚至还推几瑞典坦克 去撞乡行车后才停下来 总共超过一公里的路程 沙石车撞了八辆汽车 有车子有明显超标 并依公共危险最前争霸 沙石车载了满车十块 还九驾上路 从第一个撞几点 到最后不得不停车 驾驶算不算兆逃 交通分队说 这要交给交通大队 去分析研判 TVBS新闻 黄国军 吴淑平洪采论台中 采访报道 云林水林乡的一处产业道路 在两年前发生过 一家四口的车祸意外 酿成了两死两伤 而昨天同样一个地点 又有一对夫妻骑车 双载车祸身亡 救护车祸不到场 机车男骑士跟女乘客 倒在地上 早已失去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马上实施CPR 并且将这两人送医抢救 严重车祸就发生在云林县水林乡 十三号早上九点左右 一名七巡王姓夫妻骑机车回家途中 于五十一岁的蔡信男驾驶 双方疑似在产业道路的路口都没减速 发生碰撞 七巡夫妻遭撞后伤重不知 事后现场一片狼藉 遭撞机车车身全毁 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招式轿车则是车身侧偏 严重凹陷 事发路口没有红绿灯 警方表示招式原因都有待厘清 先依过失致死罪 将彩新驾驶送办 在两年多前 同一地点也曾发生严重车祸 一名灵性女幼教师 一家四口开车外出 在路口与其他车发生碰撞 酿成了两死两伤 尽管事后警方在路口 加装了闪爆灯 跳动路面与减速标志 并且拒断了路口十公尺内的两棵路数 同一地点还是再度发生相同悲剧 依旧避免不了相同事故发生 警方将进一步会刊 讨论是否改善道路警示设备 TVB的新闻 张宠明大翻译 原理采访报道 秦政院的秘书长 准交通部长林孟燕 他日前被拍到出入了远航 董坐张刚为的都庚办公室 双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交换呢 林孟燕回应 这些指控并非事实 黑色公务车转弯后停妥 下车的就是行政院秘书长 准交通部长李孟燕 日前才被报私下和远航 掏空案的律师喝咖啡 如今又被拍到出入远航董坐 张刚为的都庚办公室 借着实际还原 李孟燕就是被拍到 1月11号的晚上9点钟 搭乘公务车来到顶溪 而这个办公室呢 也就是汉阳集团的都庚办公室 同时也是张刚为的办公室 而李孟燕呢 是在这个经过一小时之后 搭乘电梯下楼 最后搭乘计程车离开 根据爆料接送李孟燕的一男一女 就是建设公司工作人员 不但陪同下楼甚至一起上计程车 将李孟燕送回到台北信义大楼 但日前被问到是否认识张刚为 李孟燕这么说 认识张刚为吗 我认识这个人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聚餐里面 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说两人在朋友餐序上曾见面 但强调从未涉入远航案 不过李孟燕搭公务车私会张刚为 时间还挑在总统大选前两天 这敏感时机点引来蓝莹质疑 那到底去他公司做什么 而且他这样乘坐的还是公务车 对此李孟燕澄清 去年底接获张刚为成请远航案 希望提供资料补充说明 才在有人陪同下汉张刚为见面 但他从没针对此案只是处理 政府对远航处置立场 也从未改变 至于新北都更案 他和张刚为会面 从未提及也毫无所惜 随爆料接踵而来 准交通部长即将上任 曾经和谁碰面也被放大检视 TVB的新闻 无科研陈廷新北从报道 华小巷弄积满老旧公寓 平均屋林落在四到五十年 建筑多处墙面斑驳 铁窗栏杆生锈 泛黄的遮雨棚藏不住 岁月痕迹 紧邻的社区大楼形成强烈对比 新北市永和有不少老房子等待都更 住户考量不同 根据统计 新北市境内都更总申请数 多达1502件 而这当中只有946件核准 光是永和地区就有128件申请 82件核准 张刚为创办的画幅建设 一度申请新北市永和区顶西一带 其中一件读根案 预计将四到六层楼的老宅 改建地下六层到地上34层的高楼社区 户数也从85户扩增到584户 但是住户没有达成共识 去年五月计划就被驳回 而目前引发关注的 也被认为是许多建设公司想参与的 新北市最大规模公办读根案 是针对永和大城地区 三月份才初步开始整合 占地4000多坪 开发规模高达600亿 永和地区与台北市仅一桥之隔 人口密度高建设需求增加 读根商机大 但想顺利读根 还需要与居民沟通协商 TBN新闻事件人蔡新宇 新北采访报道 今天下午又有五艘来自大陆的海警船 干扰金门海域 而海巡署也立刻派出六艘的巡防艇来驱离 而这个月呢 这已经是对岸第五度侵犯台湾的海域 频率跟过去相比来得更频繁 广播声区里加上望远镜监视 窗景看过去 中国海警船距离非常近 就在我国海域内 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 请立即转向死离 气氛紧张 南方海巡人员不断喊话 要中国海警船尽速离开 14号下午两点多 在金门南方海域五艘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又来焦张挑衅 我国海巡署立刻派遣六艘巡防艇来应对 全程监控加上广播序离 海面上我国巡防艇战战兢兢 试图逼退 因为从三个月前 陆籍快艇在金门外海 翻覆两死事故之后 中国海警船屡次入侵 细数事件发生后 今年三月就有四次 四月也有四次 但五月才过一半 就已经到达五次次数越来越多 海参数也立刻派遣海巡艇分组应对 对中国船师实施搜证 广播告警驱离 最后在下午五点零九分 才航出我国限制的水域 也强调中国海警船 已经严重影响海上航行安全 破坏两岸和平稳定 也要求陆方克制 立刻终止不理性行为 TB新闻综合报导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今年四月份 我国的海军跟美军在西太平洋 进行了联合演习 不过国防部就强调 其实海军的行动 都是依照海上不预期相遇的准则 来进行 标准疫情 飞弹发射海军张千健 除版前作战之外 一类分担区域任务 而责任区就包括澎湖 但这个月十一号 当中共海军立水舰 出现在澎湖七美 以西海域张千健 抵近例行监控 却听到陆舰广播 在我澎湖海域 被提醒注意安全距离 国防部呼吁陆方 不要挑衅 国军不是在台海区域的 一个麻烦制造者 我们也不会去做 任何的挑衅的行动 也不希望敌人 利用这一类的讯息 来形成任何的 认知作战的一个机会 无论前信对台防卫 施加压力是意料中的事情 不过同样在台海周边 如今旧外媒引用 匿名人事消息指出 上个月台美双方 在西太平洋低调进行演习 双方派出六艘海军 舰顶参与包括 巡方舰补给舰 目的演练通讯补给 等基本行动 且会避免遭到 其他势力干预 双方依照美国海上意外 遭遇准则进行 海军基本上 他们依照一个规定 也就是所谓 海上不预期相遇的 一个行动准则 来依照这个规定 来执行一些 这个例行的这种 操演跟演练 纯属海上 不期而遇 等到军方 间接证实这场演习 美方虽未证实 却也没驳斥 其他有之 TVB宣传中宣会 台北报导 总总统赖清德 在下周就要正式上任了 而今天晚间 他在台北浮华饭店 宴请民进党立委 也认真地听取 党团的意见 交给记者叶峰伟 520就是电影 在即准总统赖清德 今天晚间也在台北的 福华饭店宴请民进党的立委 包括民进党团的总统 柯建民 以及准行政院长 卓榮泰副院长 郑立军 也都到现场来跟民进党的立委 来共进晚宴 两个小时的时间 赖清德是呆好呆满 听取民进党团的一些意见 而刚才会后 民进党团的干事长 吴四雅转述说 在里面大家一度慷慨激昂 来听一下稍稍访问 对于未来的行政立法的运作 其实我们做出了几个共识 也就是大家要去强化 行政立法的沟通 未来的沟通要更及时 要更灵活 能够因应新阁成立之后 我们将要攻守俱加 而不是现在在空守 在看守内阁的时间里头 我们只能够采取防御守势 未来搭配新格 那有新的政策 而且是具备强大社会正当性的政策 能够研溢推给国人 一开始的气氛 当然有点沉重 我们在分享这段时间 在国会处于劣势 表决都会输的这个状态 但是我们最大的共识就是 表决会输 但是论述一定要赢 表决会输 但是对于社会民心的反应 我们要争取民意的这个坚定的意志 绝对不能输 好 看见吴思瑶呢 他是转述刚才在晚宴里面 会场的一些状况 赖金德是两度发言 听取大家的心声 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说 未来的新国会 希望大家可以转手围攻 不过接下来紧接而来的 就是520之后 蓝白党团联手 希望他能够进到立法院 来进行国情报告 是不是采取疾问疾答 等等的形式 在晚宴中 是不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呢 刚才吴思瑶说 今天的晚餐 大家都是互相打气 听听彼此苦苦水 没有讨论到国情报告的事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